网红疯狂大叔的仓库遭窃 超过60个库伯利克雄被掏空 嫌犯终于落网 只是警方逮到人时 只剩下仅存的18只 远警一个个打开确认 而站在一旁看警方搜证的 就是卫姓嫌犯 这回他和四名同伙一起共谋 其中他负责乘租仓库存放赃物 除此之外 另外四名嫌犯分工也很细 一名卢姓嫌犯提供车辆 第二名卢姓嫌犯 开车载大家去租货车 第三人诚信嫌犯 则是专门帮忙开货车载贓物 最后正信主嫌负责破坏门锁 我们在勘察现场的时候 在现场发现一个 窃嫌行窃的时候 遗留的一个物品 从这个物品上面掌握到 相关的线索 进而确认了犯嫌的身份 因为留下关键证据 警方很快的就锁定嫌犯身份 甚至还沿线调约监视器 发现就是这辆货车很可疑 每次都空的上山 满载而归下山 去年12月到今年3月11号为止 五名嫌犯大约来了五次 包括库伯利克雄 加上两台分别 要价100多万的油压驱动车 总价值超过500万 而且警方调查 他们都是毒品人口 原本相约是要到 基隆偏僻山区开毒趴 结果发现案发地外 有许多废铁除草机 吸引他们目光 查看仓库更不得了 里头满满昂贵的玩具 决定分工犯案 嫌犯现在承认是20箱 但是有两箱 他们把他嚣张嚣掉了 所以现在只找回是8箱 嫌犯承认偷走的物品 和网红疯狂大叔 统计的见数有落差 热爱收藏玩具的他 已经玩了89年的时间 如今一个仓库被掏空 只希望剩下的 还有机会拿回来 TVS新闻 原认生有新宴 这段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